中道自然医学专辑 情绪障碍自然疗法专辑 这个专辑是由王群光医师、蔡凯周医师、王丰医师 这三位医师所共同编撰录制的 王群光医师是台湾脑坡自立神经医学会的理事长 蔡凯周医师 以前是国泰医学中心的骨科组织医师 现在在专门主攻自然医学 王丰医师 以前是长根医院的胃肠肝胆科组织医师 现在也是专门做自然医学 这三位医师虽然不是精神科医师 可是在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面 累积了非常多的个案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 把我们的这个一些经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讲的第一集就是脑坡眼里跟身心灵平衡 一般上讲这个情绪障碍 有人说是精神疾病或者精神障碍 可是我们这里呢 比较不喜欢讲精神疾病 我们讲的是情绪障碍 情绪障碍 自然疗法呢 我们是用一种不用吃药 不用吃中药 西药的自然疗法 因为不用药嘛 所以呢 就do no harm 不会造成伤害 因为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啊 我们是用这个食物疗法 我们这里所提供的一种情绪障碍 自然疗法 其实是一种终极有效根本的疗法 绝大部分的患自闭症 跟所谓的精神疾病 其实在我们眼里看来呢 都是可以治愈的 同时是可以不用吃药的 我们常见的这个成人情绪障碍 有哪一些呢 比方说焦虑 恐慌 失眠 沮丧 忧逸 幻听幻觉 强迫症 精神分裂 可是呢 常常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情绪障碍 很少人说是只有一种的 可能比方说有点浅眠啊 情绪无法控制啊 有时候思考中断啊 等等 很少人说是单一种的 通常都是综合的 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 小孩子儿少的情绪障碍有哪一些呢 就是有这个ADD注意力不集中 ADHD注意力缺乏过动症 还有亚斯伯格症 土瑞症 还有非典型自闭症 这些儿少的这个精神疾病呢 情绪障碍 我们会在第四集里面呢 更详细的加以说明 其实大部分的情绪障碍患者呢 都有异常的脑波 可是呢 有很多人他有异常脑波 你问他 他好像完全没有觉得有任何异样 觉得很好 这种人我们叫他自我感觉良好 医学上就是说临床没有症状 叫做subclinical 那所以说这个图就是说我们在下一 呃第四集还会详细讲到就是说有没有异常脑波 啊不一定跟临床症状有关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啊 什么叫做脑波 我们这里介绍的是一种叫叫做3D立体脑波 同步脑波 人 其实 最高的主宰就是脑 啊 脑透过智力神经来管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细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脑 我们的脑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它的每一个部位呢 都掌管了这个身体器官组织的这个不同的功能 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是人脑的一个切面图 里面有很多神经细胞 这个神经细胞呢 密密麻麻的 数不清的 在放电 这个就是神经细胞 神经细胞体 里面有立腺体 一些很多的这个组织 这个是神经的这个axon 轴 神经的这个末端都会放出这个 神经传递数 让这个每个神经细胞都可以这样接受别人的信许 别个细胞的信许 然后自己也会放电 这个细胞的神经细胞的电就进由axon 轴缩再传递下来 我们身体接收很多很多的讯号 然后呢再放出这个脑波讯号 放出这个脑波呢 来指挥我们的全身 这样就形成我们一个人 有意识 会讲话 会做事情 会哭 会笑 有情绪 这个就是我们人体的整个这个活动的机制 心脏跟脑 他们都会放电 可是脑放的电呢 很小很小 他脑细胞放的电只有10的-3个mF 跟这个 对不起 是10的-6 心脏是10的-3 两者呢 他的相差是1000倍 他放出这么的 这么小的电 微弱的电 怎么样来去驱使我们的这个 呃器官活动呢 他是透过这个神经传递数 就是neurotransmitter 就是比方说 epinephrine啊 肾上腺素啊 多巴胺啊 比方说你愤怒的时候 症肾上腺素会增加嘛 多巴胺少的话会这个八经生事症 血清素少的时候会悠异症 比方说我们去当志工 很快乐 因为我们身体会产生这个 脑内飞 beta endorphin 它的止痛效果比马飞还强五倍 等等 这个脑波呢 会联络到这个 接触到这个sa-node 来控制 来控制这个心脏 心脏的跳动呢 我们可以把它记录成心电图 这个就是心脏的这个电位 记录成这个心电图 心电图 它就会 这个会 心电图 心脏传导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心电图 这个出现 记录起来 这个是心脏跳动的情形 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心电图 记录器呢 就可以记录到 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形 心脏跳动的情形 记录起来呢 我们就可以间接的测出 我们的这个智力神经 所以我们脑波跟智力神经 是我们在临床上非常重要的 两个工具 脑波一共可以分四种 脑波是可以被侦测到的 用仪器来侦测到的 它一共分成β、α、θ、δ 它是用这个频率来分的 这个最低的是δ波 最高的是β波 最高的是β波 这个是β波 它是一秒闪动13次以上到30次 这个α波一秒闪动8到12次 这个是睡眠波 是一秒闪动4到7下 所以我们看这个β波就是一种紧张波 工作脑波 那么我们平常看的这个脑波呢 都是以前都是看的这个叫做平面脑波 像这个是β波、α波、θ波、δ波、δ波 这个波长看用眼睛是很难够分辨的 通常一个专业人员打这个报告 要打相当久的时间才可以打完一个报告 那我们现在用的脑波呢 是3D立体同步脑波 是用来做这个指挥机器人用的 现在成熟的技术呢 就是用在这个比方说你看哪一个点床就会摇动 看哪一个点床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改变这个姿势 这个是做来给见动人的这个用的 已经是技术成熟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脑波 我们来介绍一下脑波 这个脑波我们的图像出来就是这样 这边是时间轴 这边是右脑 这边是左脑 那么这个是0到30的波长 这里呢13到30是紧张工作波紧张波 这个8到12呢是放松创意波 这边是4到7是睡眠波 1到3的是婴儿波 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人的波长是怎么样 什么叫做相对正常的脑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个正常的脑波 我们这个是同步的 从随时马上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这个是加快速度的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刚才这个脑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就是说一分钟啊 好 两分钟啊 三分钟啊 三或者四分钟左右这样 这个脑波怎么分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脑波 这个脑波哈 这个是图形 这个是数据 那么这个脑波跟这个脑波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beta alpha ceta delta 啊 四个脑波 四种脑波呢 加起来是100 那么这边10的话就表示说啊 10跟9就是beta波所占100分里面的一个10.7% 9.05%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分钟啊 第一 第一分钟 这个第二分钟啊 第三第四分钟里面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图像就代表这里 这个前面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请患者检测的时候 还在闭幕什么事情都不要想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的人很放松 所以他的这个beta波啊 紧张波工作脑波是很少的啊 这两边都很少 他分别是10跟9啊 10跟9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放松波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alpha波啊 比较高是占4043啊 4043 那么这个当他拿到数学题目加法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beta工作脑波就变成1920 就是这个1920啊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解释 他起初很放松是10啊 等到他做数学的时候 他可以脑波动起来了啊 就是这个脑波动起来 这边是10跟9 这边是19跟20啊 这个表示这个人的脑筋很好 平常啊 可以脑筋休息 可是真的要他动的时候呢 他又可以动得起来 这样 那么这一个脑这里的脑波这边是 这边是左脑这边是右脑 啊 这个左脑右脑也就等于这里的左脑右脑 那大家看这个脑波这边是没有红点的哦 啊 这边的红点 这个beta波如果跑到这里来我们叫做杂念波 啊 这种人就比较不好睡觉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叛读脑波的时候 这边有红点是不对的 表示他脑筋无法停止思考啊 啊 再来呢 就是看到这个图 那么这个图的时候 他放松的时候 这个beta波是很短的 就是这一段哈 这个 这一边就代表这一边 这一边代表这一边 他beta波很短的 可是当他拿到数学题目的时候 他这个beta波就变 大了哈工作脑波就变大了哈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脑波 啊 这个人是一个呃 联考满级分的一个高材生哈 再下来呢 我们来用 土瑞症来做一个说明哈 就是说为什么要拿土瑞症来看呢 因为土瑞症的患者 他们都有正常的呃 不正常的这个beta脑波 这里的这个脑波是没有异常脑波的 啊 这边是没有异常脑波 可是你看他现在在摇头 好 在摇头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忽然间出现了异常的脑波 他中间停了一下 因为没有异常脑波 然后又摇了一下头哈 这个表示说 这个这个beta波就是一种工作脑波 好 来自于他的这个呃 脑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异常脑波 我们要把它倒退回来呢 就可以看看 我们看他这个傅然间头摇了一下 傅然间他头摇了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这边有异常的脑波出现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妥瑞症的脑波 来去证明他这个跟动作是有关的 因为 这位先生 他是因为有过敏炎 有过敏过敏炎跑到这个脑部 引起脑部不正常的这个放电 跑到这里 这个控制脖子肌肉的这个 这个脑 我们这边谈到说 脑波是不是正常呢 并没有绝对的标准 只能够自己跟自己比 不大能跟别人比 好 这个是一个我们 判读时候一个 基本的原则 再来呢 就是要谈到脑波跟身心灵平衡的问题 我们讲身心灵 身心灵 还有精气神 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跟这个肠脑心脑头脑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下面要来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说明 中医讲的上中下丹田 其实就是头脑心脑腹脑 头脑心脑腹脑 头脑呢 就是讲这个 颈部以上这个脑袋 头脑 头脑的话要怎么样来评估呢 我们用的评估方法就是脑波 这是一种没有辐射 没有磁 磁波 没有非倾入性的一种检测的方法 这个就是脑波 我们说脑主神脑主灵 脑跟神跟灵是有关的 比方说一个人的脑部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有情绪的问题了 比方说他造语啊 优异低潮 负面思考 等等 心慌 焦虑 心慌 恐慌 失眠 沮与 忧郁 失去无法集中 苦闷 仇恨感重 觉得人生没意义 甚至老年痴呆 这个也都是脑部有问题 是神的问题 我们通常在比较这个治疗前后的脑波呢 就可以正视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比方说这样一个病人 他是恐慌症 他这边脑波就是很紧张 忽然间就是脑波就这个激烈的起来 好像被惊吓了哈 可是我们经过两个小时的这个处理呢 给他吃一些 不是药物哦 我们是给他吃这个自然疗法的处方 你看 他很快就降下来了 这个紧张的感觉马上就消失就是6月10号 7点半 6月10号9点半两个小时就降下来 哈 所以我们常讲说一个人的脑波如果变正常 哈 心情就会变好 这个是绝对的 其实哈 我们是脑波主导情绪 不是心情影响脑波 很多人都搞错了 其实哈脑波可以看出性格 哈 再来呢就是要讲到中丹田哦 中丹田要怎么评估呢 就是hrv智力神经 好智力神经 测出来呢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个是什么型 比方说像这个人呢 他是气弱油脂型 气弱油脂型 副胶感胶感都很低 正常来讲我们的总能量应该要121 他只有20 所以他是属于气弱油脂型 那我们这个智力神经分成这个 顶天立地型正常 拼命三郎 未老先摔 四条终点 气弱油脂 松散敏感 紧绷带暴行 事实上我们这个分类呢 是来自皇帝内经 3000年前在皇帝内经这本书里面呢 就已经分类分好了 这个是西医的分类 这个是3000年前的分类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讲给一般人听啊 不然你跟他说这个医学很深的名词 他们会听不懂 所以说心 就是用这个就是等于是气啊 气 气就是等于自立神经的这个整体的活性 气 其实就是 就是分阳气跟阴气啊 阳气就是等于胶感 阴气就等于副胶感 这个在医学界已经有定论的啊 我们用这个患者来看 他这个人异味性皮肤炎很严重 我们两个月呢 就让他好起来了 因为我们跟他测了很多过敏炎啊 叫他不要吃这些东西啦 给他吃一些修护这个皮肤 跟这个 长年膜的这个处方 他测出来是 气弱油湿性 大家看这个 他的自立神经 总活性应该26的 这个32岁的年龄 心跳96下 结果呢 他只有6 是非常的低 可是呢 他现在虽然是6 下一次来呢 就升到9 然后下一次来升到14 然后再升到27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呢 他6月16号的自立神经活性是6 9月是27 胶感由4到158 副胶感由2到106 几乎接近正常标准了 然后他的这个心跳呢 也有96下变成68下 好整个人就是好起来 以前就是 有气无力 气弱油湿 现在是身弱红中 这个 差别的非常大 因为自立神经 在某个方面来讲呢 就是等于测我们身体的这个电量 所以 自立神经太高的要把它变低 低的要升高 这个是我们治疗的一个 一个原则 再来呢 提到下丹田 下丹田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指腹脑 广泛的是指腹内所有的器官 不过我们一般上呢 是指着 是把它比较 极限在肠胃道功能 就是由这个 口腔 食道 胃 一直到小肠 大肠 到肛门 这一段是比较 跟这个 腹脑最有关系的 怎么样来评估 下丹田的方法呢 就是抽血 检查血液中的这个抗体 我们叫空气食物护照 像这样的话 我们正常来讲 比方说是蛋 不应该有抗体出来 可是如果你这个 比方 比方说它是猪肉 猪肉的蛋白质跑进来了 我们身体就会分泌 淋巴就会产生对抗这个猪肉的这个蛋白质 所以就会有这个抗体存在 像羊肉 它是不能吃的 还有它就对这个蛮过敏 还有羊毛过敏 还有羊狗的话 狗毛过敏 蟑螂分辨等等 这个都可以测得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是妥瑞症的病人 他吃这个牛奶 蛋 还有小麦黄豆 这些地雷食物呢 地雷食物吃了以后 跑到脑部 会引起脑部不正常放电 攻击脑细胞 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呢 好这个 这个神经就脑坡变正常了 然后他临床也好起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能量消耗的立场来看呢 腹脑 心脑 头脑 其实腹脑就是生产者 是一个后勤单位 心脑跟头脑只是消费者而已 所以说 我们如果一个人 如果他的这个肠胃道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这个智力神经不好 跟脑坡变得这个异常 这个就是 比方说我们一个人 精好就等于是精力充沛嘛 气好就是中气十足啊 神好就是神采意义嘛 如果精好气好就是精气旺盛 神好气好就是神气活现了 如果一个人呢 他觉得 你看他神贤气定精神好 他大概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中文了 这个讲的实在是 非常符合科学的判断 再来呢 我们就是看这个肠肉肺肉脑肉的问题 这个主要就是 我们会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 有肠肉肺肉脑肉的人呢 这个是肠肉症 他营养吸收不搭进来 这个过敏炎跑过来了 过敏炎跑过来呢 就会跑到脑部 这个就是引起很多疾病了 我们在这里呢 也不妨要提到说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说 那我们的精神状态 情绪 有些价值观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没错 因为医学本来就分成哲学面跟物质面嘛 我们叫唯心跟唯物并重 比方说 像这个 我们现在 这个专辑里面呢 探讨的主要还是物质面的东西 那么这个精神面的东西 我们比较 不会放在这里探讨 这个通常都是跟宗教啊 各种心灵的东西有关 我们几个例子来讲啊 比方说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人 他大概已经70多 快80岁一个男生了 他妈妈一百多岁过世了 他就很伤心啊 伤心到每天哭 到这里 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 他还在哭 后来我们详细问的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是寡母孤儿长大 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一直没有离开过 这样没有分开过 然后他就是寡母孤儿嘛 然后就觉得 妈妈过世了 他也不想活了 所以 台湾人虽然说这个 一百多岁过世应该当喜事办 可是 这种这种事情他就办不来啊 比方说我们 有人是 心灵创伤啦 失恋啦 或者破产啦 或者股票跌停板啦 这个财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这样就放不下嘛 放不下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 这个的确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今天 不会去探讨这个 我们是探讨物质的方面 也会引起疾病 脑坡的其他用途是什么呢 其实他的用途非常广 他可以拿来 证选与试任的员工 比方说 一个人的脑坡一测出来 可以看出来忧郁症嘛 也看到恐慌症啦 这个很多很多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还有就是来评估这个学习障碍儿童 好 看他们是不是有异常脑坡啦 这个我们在第四章呢 好 这个讲这个过动啊 自闭症的这个篇章会继续谈 所以说 一个人如果你 你一个单位 如果你用这个科学方法来征选员工呢 就可以知道 哪一个人他的身心灵是比较平衡的 会乐观开朗 自然就很心情很好的 这样自然嗨了 再来呢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脑坡来证明 其实 催眠啊 静坐啊 冥想啊 这个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以后我们还会用一个专门的篇章 来去证明这个事情 那比方说 我们讲催眠来讲 这个 人接受催眠的时候 他这个 紧张脑坡工作脑坡就会消失啊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说现在几班催眠师考试的话 就没有办法作弊了 好 受册者呢 你可以 带你的一个一堆的亲戚朋友来 你可以假装说 我被催眠了 事实上 你只要把这个老婆一接上去 你看这些 这些人被催眠以后是不是这个 贝他婆会 消失 会消失的话才合格啊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如果催眠以后呢 结束以后 这个贝他婆又会 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催眠的可以用 用这个脑坡 同位同这个同步脑坡 立体脑坡来马上就看得出来